新加坡國民早餐 雅昆喔 我個人最愛的就是這一個 神吉丹 好有趣的味道出現了喔 有一種生蠔味跑出來 它讓我很喜歡的蛋黃Yoke的那個味道很持久 這什麼醬啊 好濃的感覺喔 其實這個就是卡牙醬 應該是要加這個甜點 哇好酸 這個的話我覺得 我建議大家去搭水 好不好 歡迎光雲 大家好 我是Vicky 黃玉文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新加坡東海岸 其實我家住在附近啦 然後當初會住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 非常喜歡這種 真的來到國外的感覺就是有海灘啊 假日的時候尤其是禮拜天 就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這邊野餐 我今天要做的主題就是 新加坡國民早餐來搭配 所以我覺得應該OK的 從歐斯利亞來的 Grunerville Talena 那今天要介紹這個產區叫做Vahau 我真的覺得有的時候學葡萄酒 我最討厭的就是要念這個地名 有很多不同國家的產區嘛 所以你就要學會很多不同的語言 所以剛開始 你可能會因為這樣子就覺得 喔 根本不知道怎麼唸就不想學對不對 我跟你講 唸錯沒有關係 因為 你不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好不好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 W-A-C-H-A-U 如果你是用台灣學習的英文方式的話 W-W-O-U-U C-H-C-H-C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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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C-H-C 大家是不是都這樣學壁 trying長大的 你可能會念 aside 所以我一開始覺得 這個產區念起來怎麼有點 不太禮貌啊 因為 把 aside 在中文是不是聽起來有點像 What 對不對 其實 真正的念法 是 Vahau 但是我也聽到有些人會念Vahau Anyway 我覺得沒有關係 這些聲音是拿來溝通的 你有办法沟通到买到你心目中想要的酒 我觉得念错没有关系啊 而且我在澳洲的时候也其实 很常看到那些澳洲人在纠正法国人 如何念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地 就是觉得说真的是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欸 今天天气好好喔 可是在新加坡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什么时候会下雨 天气好的时候先来赶快拍一下 好啦 现在就来开酒 诶 不知道为什么开酒就想要站起来 其实在澳洲这个产区啊 我最喜欢的葡萄酒的酒庄 就Canoe就是其中一个 那其实Bahao这个地方啊 我自己觉得它就有点像是 法国的Bergen-Dinian的高级产区 这个地方产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喝的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如果是第一次要尝Brunerville-Glena的话 最好就是直接从它的大本营Bahao去喝 当然它Bahao上面还有一些像做 Canoe Cram Style的地方 也是做得很好喝啦 不过在新加坡的话 Bahao酒应该是比较好找一点点 Canoe Veltalina的味道呢 比较多一些绿柠檬啊或是黄柠檬 你可能会想说两者有什么差别对不对 其实黄柠檬就是稍微甜一点点啦 反正就是一些Citrus的味道 然后还会有一些没有太太熟的Pitch的味道 有一些桃子的味道啊 那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带有一点点菜菜的味道 就是绿绿菜菜啊 或是有一些草本的味道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白胡椒的味道 也因此我今天才会想说要来搭那个亚昆的食物 因为亚昆呢 我个人最爱的就是这个 神鸡蛋的部分啦 我刚刚不小心有一点点打破了 所以它现在蛋汁已经是撒出来了 Anyway 我其实刚刚呢有特别请老板 帮我多加一点白胡椒 因为 你知道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不是从新加坡去法国度过圣诞节吗 然后在离开新加坡的那一个时候 我在机场我一定要吃的就是 就是这种Caya Toast啊 跟这些半熟鸡蛋 结果它那一只白胡椒竟然用光光了 欸我很生气耶 你知道半熟鸡蛋少了白胡椒 就像是人没有灵魂的一样 就是活着干嘛 对了 忘记说了我今天特别带来的 因为想说今天要来风比较大的地方 就不能再带那种就是酒杯 应该一下就倒了吧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这种 我也自己很喜欢 就是野餐的时候会用的 就是Stamless A Glass 你看它其实做的就像是 酒杯一样的形状 它也是就是底部比较宽一点点 然后上面慢慢窄上去 鼻子放进去的时候才可以就是 比较好闻到香气 如果它从底部到上面 全部都是同一个宽度的话 那个香气可能没有办法把它 有点困住的感觉 所以它通常这个酒杯的形状 才会有一点点设计的 是一点点往上慢慢窄上去的感觉 在巴黎住那三个月 还有我在澳洲的时候 其实都常常看到就是一些比较casual的 巴黎住他们就会用这种 看起来很像水杯的酒杯 为什么说它其实还是酒杯的 因为它其实 它这个杯口的地方还是会给你做的很细致 如果你杯口的地方的玻璃啊 做的很粗的话 你喝起来是没有喝酒的感觉的 因为你的嘴唇一泛的空位都已经在碰到这个 就是玻璃的话 你就很难真正的感受到酒的质地 就是我喜欢就是很脆很细很薄的 这样子我嘴唇就会跟 WINE零距离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这个kaya toast 它很薄 它有好多层喔 1 2 3 4 5 6 7 8 8层吐司 中间它就会夹那个kaya酱跟奶油 那可能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其实它奶油刚刚好融化 哇好好吃喔 好吃到我说不出的话来 你知道很奇妙的是喔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这么的无聊 就是让你觉得好好吃喔 它的吐司会弄得很脆 但是因为它的奶油就是湿湿的 然后酱也湿湿的 所以整体的口感你不会觉得很干 我昨天在看大家就是吃 吃亚昆的想法 就看到有一个人留言说他很生气 因为他吃的那块吐司超干超干 那个面包的屑屑直接 喷进他的喉咙 所以他差点噎死 我想说哇好有画面的一段话 好好笑 可是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它这个湿润度刚刚好 很多人说它太甜 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奶油其实是有点咸咸的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非常balance的 其实吃了这个吐司以后再喝酒啊 这个Granet Veltina的果味就不见了 它就变成全部就是柠檬汁的味道 可是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天气是非常非常热的 所以它完全变成柠檬汁刚刚好耶 基本上我觉得OK 你就把它当喝水就好啦 重点是这个吐司 比如说餐酒搭配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看你今天主角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主角是葡萄酒的话 当然那我觉得这样搭配就不OK 因为它完全让葡萄酒本身的特色显现不出来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重点是这个吐司的话呢 它就OK啊 这个葡萄酒完全不会让吐司变难吃啊 反而让尾韵中和掉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太甜嘛 那它这个柠檬一加在最后 它的尾韵变得没有那么甜了 如果你食物今天是主角的话是非常搭的 如果你今天葡萄酒是主角的话那就是不搭 现在要来吃我自己很爱的 的这个半手蛋 我好喜欢我是可以拿吸管来吃的那种 我超喜欢半手蛋 好有趣的味道出现了 有一种生蚝味跑出来 它让我很喜欢的蛋黄yolk的那个味道很持久 可是这款我没有喝到 有的时候会有的白胡椒味有点可惜 但是这个半手蛋我也没有吃到 我应该要我的白胡椒味 我刚刚应该多加两瓢了 我就是要很重的那种白胡椒 没有什么蛋的味道 诶 这个是不是要加这个酱啊 这是什么酱啊 好浓的感觉喔 其实这个就是咖哑酱 应该是要加这个甜甜的 哇好酸 对对对 甜的东西真的麻烦 这个的话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搭水好不好 那个吐司就搭水 把口腔那个甜味稍微清洗掉一下 因为我最后面想要试这个 就是把亚昆仁吐司沾进这个蛋汁里面 用高黄ened 这一款的搭配呢 适不适合看个人 因为 我刚刚这样一吃了以后 我觉得 还有让我这款grunet vitolina 带出一点苦味 绿柚子皮 我每次喝grunet vitolina 我都会闻到 中秋节的味道 就是我们中秋节不是来切一下精 wor Über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搭配 但是如果你會覺得 有些柚子吃到皮的時候不是會苦苦的嗎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不搭 但是如果你可以接受那個 有點帶苦的那個味道 蠻有趣的會帶出這個味道 嗨! Nice to meet you! Do you wanna drink? Oh, you have glasses this wheel? OK! Cheers! Cheers! Happy Sunday! Happy Sunday! Thank you! Do you like it? Oh my God! Oh my God! I did it! 哈囉哈囉 大家不好意思 我剛剛其實在他們乾杯完以後 我有點嚇到 然後我們就聊開了 因此我剛剛就停止了露營 今天很開心 所以已久會有認識一些新的 朋友 今天這集就在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光臨 Bye